大家好,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紹另一個實用手機應用軟件, 個軟件名叫Live Transcribe and Sound Notifications。 它是一個通過手機麥克風,再利用語音識別及聲音偵察技術, 將周圍的聲音轉換為文字,再在手機顯示。 從而可以幫助到一些聽力不是那麼好的朋友, 更容易理解日常對話和周邊的情況。 Live Transcribe and Sound Notifications 是一個免費的應用程式, 它支持安卓系統。 而它還是由世界知名的科技公司谷歌出品, 所以質素都有保證,真是很值得我們期待。 接下來,就讓我跟大家介紹一下,看看它有什麼特色。 今次為大家介紹這個手機APP,Live Transcribe and Sound Notifications, 版本是8.0.664481345。 它的特色包括,語音識別,及聲音偵察技術, 它會識別不同的語音,及偵察周圍不同的聲音。 而轉化為文字,再顯示在手機上面。 而實時轉錄和聲音通知,就是軟件可以, 將周圍重要聲音偵察,例如煙霧警報器, 嬰兒喊聲等等。 偵察到後,經手機推送通知用家。 軟件現時支持超過120種語言,當中包括廣東話, 而部分語言,更加支持離線使用。 這是一個免費的軟件,而暫時只是支持安卓系統。 在手機主頁面,打開谷歌Play商店圖標。 然後再搜索欄打入Live Transcribe & Notification。 然後按搜索鍵。 然後按搜索鍵。 按搜索鍵。 安裝完成後,返回主頁面。 按搜索鍵。 在手機主頁面,按一下Live Transcribe & Sound Notifications。 在准許Live Transcribe & Sound Notification 錄音, 揀選當使用程式時。 現在進入程式主頁面。 左下角角圖標系設定,按一下進入設定頁面。 裏面第一個設定是,自體大小, 將原點拉左或拉右可以調整自體大小。 第二個設定是,24小時後將錄音刪除, 如果打開這個選項,錄音會72小時後才會刪除。 接著第三個就是開啟聲音通知。 按一下進入後,畫面會有簡單介紹, 關於聲音通知選項。 按一下右下角,下一頁鍵。 選擇開啟哪種聲音需要通知, 密認設定就會全部開啟, 裏面包括有警鐘聲、敲門聲、電話聲、嬰兒喊聲等等。 按一下右下角打開啟, 選選准許Live Transcribe & Sound Notification 傳送通知。 按一下右下角設定鍵,進入聲音通知設定頁面。 第一個是聲音種類,進入後,可以選選哪種聲音需要通知。 按一下左下角墊咀,返回之前頁面。 按一下左下角墊咀,返回之前頁面。 第二個是通知加震動,進入後可以設定, 按一下左下角墊咀,返回之前頁面。 第三個是自選聲音,進入後可以自己錄製一些需要通知的聲音。 而自己錄製需要通知的聲音,錄製時間最多20秒。 按一下左上角墊咀,返回之前頁面。 再按一下左上角墊咀,返回之前頁面。 再按一下左上角墊咀,返回之前頁面。 然後再按一下手機返回鍵,返回程式頁面。 再按一下手機返回鍵,返回程式頁面。 再程式主頁面,按一下左下角設定, 然後再按更多設定。 第一個是字體大小設定,第二個是程式主題設定,用密認就可以。 第三個是,當你打字回覆時,可以選擇不同的聲音回覆。 按左上角兩次,返回之前設定頁面。 第四個默克風設定,選擇自動偵測。 第五和第六個是,選擇語言。按入去可以選擇不同語言。 我們選擇英文為第一語言,廣東話為第二語言。 第七個是自選文字或句子。 第七個是自選文字或句子,按入去可以加入一些字典沒有的文字或句子。 按一下左上角箭咀,返回之前頁面。 跟著第八個是轉錄刪除,開啟後,轉錄會72小時後才會刪除,如果密認設定,就24小時後刪除。 第九個是刪除所有轉錄紀錄。 第十個是,當聽到名字就會震動,進入後,可以加入自己名字,當軟件偵測到,有人呼叫相關名字,手機就會震動。 我們現在試下加入陳大文。之後我們就會測試下這個功能。 按一下左上角箭咀,返回之前頁面。 第十一個是,當有人暫停後再說話,手機會震動提示。如果有需要,可以選擇開啟這個功能。 第十二個是聲音標籤,開啟後,一些特定的聲音,會以標籤形式顯示。 跟著畫面下方是高級設定。第一個是過濾不雅字句。第二個是,顯示暫停轉錄鍵。 第三個是離線轉錄。在入面可以下載語言包,等可以離線使用。 在要選擇的語言,按右手邊向下箭咀,就可以下載。 在要選擇的語言,按右手邊向下箭咀,就可以下載。 第三次,返回程式主頁面。 在主頁面,左下角第二個圖標,是回覆鍵,按入去可以打字回覆。 跟著左下角第三個,就是語言選擇鍵,按一下轉換第二語言,再按一下返回第一語言。 。 我們現在嘗試下,程式的轉錄功能。 你好嗎? 這個程式好好用呀! 可以將聲音轉錄為文字。 左下角第二個是回覆圖標,按一下可以輸入文字回覆。 我们现在回复返,是呀? 按一下右手边喇叭图标,读出回复文字。 是呀? 在画面上方按一下,离开回复页面。 在画面下方按一下,选单会再次出现。 我们现在试下讲,陈大文。 软件会即时转录文字及震动,因为是之前设定,已经将陈大文,加入当听到相关名字, 手机就会震动。 我们现在试下,播些雀鸟声。 软件偵察到,及显示出雀鸟叫声标签。 我们现在试下播些狗吠声。 软件即时偵察到狗吠声,由于我们在之前设定,开启了声音通知, 而狗吠声属于声音通知的一种,所以手机会在通知栏发出通知。 按一下左上角通知栏图标,就可以看回征测到哪种声音。 画面显示软件征测到狗吠声。 我现在试下播一些, toward it. 我们现在试下播一些煙霧警暴戏一种的声音。 Yi 軟件偵測度 煙霧及火警警鐘聲音 按一下通知欄 再按入通知列表 看一看詳細的以偵測聲音資料 在裡面可以看到 軟件同時偵測到兩種聲音 第一個是電器的筆筆聲 第二個是煙霧及火警聲 如果想聽回它偵測到的聲音錄音 可以按右手邊三角鍵 它會播放出來 在這裡想提提大家 聲音偵測軟件 只是適合當作輔助性質使用 在這方面有需要的人士 請尋求專業人士意見 安裝一些合適的儀器 以作使用 接著下來 我們試下在手機裡面 安裝這個軟件的快捷圖表 以方便使用 在手機頁面 按一下設定圖表 然後在輔助功能按一下 接著按一下聲音通知 按一下聲音通知 按一下聲音通知 開啟聲音通知圖表 聲音通知快速圖表 就會顯示在手機的右下角 按一下聲音通知快速圖表 會立即進入軟件聲音通知頁面 按一下聲音通知快速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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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试下按右下角上面的即时转录快捷图标 按一下进入即时转录页面 按一下手机返回键返回之前页面 现在试下按右下角下面的声音通知快捷图标 进入声音通知页面 按一下手机返回键返回之前页面 当我试用完这个软件之后 我发觉它的介面都挺简洁 同时用起上来都算容易上手 而它的语音识别和声音偵察技术 大部分声音都可以偵察到 其实这个软件主要是给一些听力比较差的朋友使用 通过这个软件可以帮助及方便到他们日常生活 而谷歌作为一间高科技公司 出产一些软件来帮助弱势社群 确实很值得我们专敬同家许 而这个软件正好体现出 科技怎样可以帮人类改善生活 在这里 我再不厌其烦提提大家 声音偵察软件 只是适合当作辅助性质使用 在这方面有需要的人士 请寻求专业人士意见 安装一些合适的仪器 以作使用 至于建议方面 希望它可以增加广东话离线使用 如果大家都喜欢收睇这一类的视频 请大家留言 分享 按赞 同订阅 我会继续为大家发掘一些新的实用软件 介绍给大家 多谢大家收睇 再见 再见